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明天就是舊歷的五月初五端午節 首先在這裡預祝各位益友端午節快樂 話說在朝鮮方面又再有異動了 朝鮮的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在神隱接近兩個月以後 又再重新出現 他在主持會議的時候 全盤推翻了金與正 在過去一個星期所作出的軍事決定 到底他兩兄妹在玩扮演黑白臉 意欲為何呢 我們首先看看會議的情況如何 朝鮮中央通訊社報導 說朝鮮勞動黨第七屆中央軍事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的預備會議 昨天就以視像通訊的形式舉行了 朝鮮勞動黨的委員長 金正恩主持會議 在會上 勞動黨的中央軍委 在評估過當前的形勢之後 就保留了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 提請給中央軍委的 對韓軍事行動計劃 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 金正恩本人沒有現身 我找過朝鮮新聞稿 找不到一張照片是他本人拍出來的 全部都是文字的描述而已 到底這個會議是否由金正恩本人來主持 都成疑問 所以也難怪 為何外奸對於 他本人是否呱老襯 傳得那麼厲害呢 因為他本人真的沒有現身 而他上一次出席的公開場合 就已經要數到在上個月的時候 他去一家朝鮮新開張的化肥廠主持的開幕儀式 但是就算他那次出現了也好 不少外奸的人都質疑 究竟那個是不是他本人 還是只不過是找個像樣的替身 更何況這次他連一張照片都沒有 第二點要注意的就是 他是全盤地推翻了金宇正 在過去這一個星期 對韓國所作出的強硬軍事決定 實情金宇正所作出的決定 就跟金正恩自從登上大位以來 對韓國所抱持著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金正恩本人 他也是力主尋求和韓國方面作出溝通和對話的 甚至乎在2018年的時候 還跟韓國總統文在寅 一起跨過板門店的三八線 有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而且潮韓雙方還作出共同和平宣言 因什麼解救現在搞得這麼僵局呢 他兩兄妹玩什麼呢 在上個星期 金宇正首先炸毀了 位於開城的潮韓聯絡辦公室 然後還威脅說 會採取一系列強硬的軍事行動 但是當時我們已經分析了 朝鮮已經露出了底牌 根本上他就是外強中竿 色泥來任 雷聲大雨點少 他只有把嘴在打嘴炮 事後也證明到 朝鮮方面的所謂軍事決定 無非就是在邊境那裡 安裝了超過30個擴音器 而且說要動員平壤的大學生 準備要空頭1200萬份的反韓傳單 以及升起3000多個帶有標語的氣球去反擊 大家聽到也知道是軟弱無力 你搞這些事情難度會影響到韓國的軍心 十足十的小學雞行為 當時我們已經判斷了 朝韓雙方是打不成的 現在就被金正恩推翻了 金宇正的決定 在上個星期 朝鮮方面還一度作出威脅 說要炸毀 韓國在開城工業園那裡所開設的廠房 後來現在也沒了回事了 我們也分析過了 作為一個這麼貧窮的國家 如果他真的要跟你交戶的時候 哪有這麼愚蠢去炸了辦公室的 儘得趕快將他佔領 然後升起朝鮮國旗 搞這些搞路 搞這些花樣 據為己有就最好了 自己也沒那麼多錢去炸的東西 忽然間說這麼捨得去炸了他 完全就是違反常識 以及違反經濟原則 至於開城工業園那些廠房 就更加不炸了 哪有捨得炸 不如佔據他 自己找朝鮮工人 去投產 更加符合經濟原則 所以這次 到底金正恩和金宇正 兩人在搞哪科呢 現在很明顯的就是 金宇正在扮演黑面 去飾演一個極度鷹派的人物 反而金正恩在扮演白面 我們就要去推論一下 究竟朝鮮過去這個星期所作出的決定 是他自主的行為 還是受到幕後其他勢力的操控 如果說他是自主行為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目的呢 第一個目的 無非正如媒體所說 就是要提升金宇正在朝鮮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藉此就確立 他作為朝鮮最高領導人繼任者這個角色 但是這個說法就有一個漏洞 漏洞就是昨天金正恩主持這個視像會議的時候 全盤推翻了他所有的決定 豈不是對於金宇正的威望都是有損 而且多多少少還反映得到 其實金宇正在朝鮮的權力就不是那麼穩定 所以這個說法是有漏洞的 第二個目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要 藉著扭計來博取其他國家的援助 比如說是糧食的援助 這一招在金正恩的父親金正日的時期就經常來玩 當時他扭一扭 馬上韓國或者中國美國 就會對他進行金錢援助 或者是糧食援助 現在這一局 似乎美國的反應極為冷淡 因為特朗普一早就看穿了你底牌 就算你銅花筍面也沒用 你根本上是佳鑽兒子底 又說要搞到美國總統大選雞犬不靈 那樣那樣你無非是打嘴炮 現在證實了 所以特朗普更加是不會忌你的 就算在逢洋會當中 傳聞就說 楊潔篪曾經在會上提出過朝鮮問題也好 都成為不了主要的焦點 更何況就是 特朗普本人都被 這個疫情搞到頭瘋老丈 根本上就沒有空理朝鮮 現在唯一落搭的國家就是韓國 首先韓國方面都很快速來回應朝鮮 就取締了那些在朝韓邊境派發傳單的 脫北者組織 馬上就封了你嘴 等到你朝鮮武器唱 不要再借Dee找這些無聊藉口 走去幾個 好了第二件事就是 韓國外交部已經派遣官員 非抵美國就著朝鮮半島局勢交換意見 韓國就希望美國方面 可以放寬對朝鮮的制裁 如果美國是不答應的話 韓國也會單方面對朝鮮提供支持 包括重開開城工業園區 並且向朝鮮提供糧食援助 以及醫療援助 即是盡量滿足朝鮮方面的需求 實際上他隔起了尾 韓國方面大概知道他想怎樣了 所以我也說 有些人批評文在寅軟弱 我又不覺得他太軟弱 他只不過是 想盡量避免 一些很無謂的衝突 甚至乎是擦槍走火所引起的 戰事而已 現在韓國對朝鮮提供的援助 實際金錢也是有限 韓國就比得起卓卓有餘 好了 至於如果說幕後是有其他勢力操縱的 這個我也覺得不奇怪 因為 以朝鮮一個這麼窮的國家來說 只是說炸毀朝鮮聯絡辦公室 就已經完全違反了朝鮮的經濟利益 以及違反了金正恩的外交路線 好了 現在金正恩這樣出來開會 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 反正當作是 他走出來開會推翻了金與正的決定 即是說 他要跟過去這個星期 金與正所下的軍事決定 就是撇清關係的 如果說過去這個星期的決定 並非朝鮮自主提出 而是受到某些國家的影響力操控的話 那就很可能 我估計而已 就是金正恩本人 或者是金與正 撇住金正恩病了的時候 就跟某些國家的代表 達成了一些 利益的交換條件 就是要借助朝鮮引發起一連串的問題 走去牽制著美國 但是正如我們剛才說到 美國根本上反應極為冷淡的 都不是怎麼採取你的 所以這張牌 出來了也是等於曬起 可能後來那些利益又未到位了 金正恩就索性不再演下去了 而且他本人就是沒有份參演的 主要的演員就是金與正 所以看來這一場 潮汗邊境的鬧劇 也是時候告一段落了 除非朝鮮方面 又再有新的訴求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